李靖良告徐薇夫 骗买非法医材 求偿2588万 医生你要不要讲一下 为什么会被约糖 胡瓜女婿李靖良经营的医美诊所 被控从罗比珍妮购买使用 非法医疗献材 去年与罗比珍妮将信负责人 股东徐薇老公江振明等 一同被起诉 刚刚是打电话给徐薇老师吗 但台北地润审理时 李靖良当庭喊冤 强调自己是被罗比珍妮 异财公司欺骗才买下的 李靖良说 罗比珍妮是大厂 本来很信任他们 自己也是被害人 自己的医院也形象受损 事后控告江振明等四人诈欺 并针对江南违法商业会计法 急要施法部分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求偿 2588万多元 但台北地润审理指出 告诈欺的部分 北检认定李靖良明明知情 今年4月将四人不起诉 所以李靖良并非诈欺被害人 而且商业会计法及钥匙法 也没有规范李靖良主张的 商业利益名誉等个人法益 显示李在本案中并非直接被害人 诉讼并不合法应与驳回 东新闻总和报导